只能帶一樣東西出門嗎 人生短短幾個秋 Vlog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Aileen又有與彤 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的隨行包 兼化妝包兼緊急避難包 那我們首先來介紹一下 隨身包的部分 首先就是我的手機 這個每個人都有 所以就沒什麼好介紹的 那接下來還有我的相機 我很喜歡記錄生活的點點滴滴一些moment 那這台相機 它是非常適合用來拍Vlog影片 所以就很方便 再來就是我的卡夾 因為真的太方便了 只需要帶個小小的東西就可以出門 如此方便 接下來就是眼鏡 因為我有近視 所以我需要我的眼鏡 OK還有鑰匙 因為我是一個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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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忘的人 所以我需要一個很大的兔子 來告訴我我今天到底有沒有帶我的鑰匙 這些就是我的基本款 接下來介紹化妝包的部分 那因為有時候出門很倉促 所以呢我的包包裡隨時都會放著一些必備的化妝產品 首先這是眼影盤 那因為這眼影盤實在是非常的美 然後很自然 所以基本上都會放在我的包包裡 然後加上它又非常搭配我包包的顏色 所以它就是成為一個我必須必備的眼影盤 這樣子 我隨身也會必備一個香奈兒的香水 隨時就是噴一下 這樣子就可以香香的出門 這個 當然每個女生包包裡一定會有一個口紅 那這個就是讓你嘴巴上有點顏色這樣子 隨身必備著 香奈兒的唇膏 再來就是這個 香奈兒的打亮液 這個呢真的是非常方便 因為你有時候臉上沒有什麼妝 可是你又想要閃亮亮的出門 那你就是必備這個 那基本上你擦一點點然後陽光再打在你手上 一般我是擦在眼頰這裡還有縮補的地方 那當陽光打上去的時候就會有個很自然的反光 然後也很保濕 那這個就是化妝包的部分 接下來呢 接下來呢就是緊急避難 首先我有一個琵琶膏 那真的如果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琵琶膏可以生津止渴清涼退火 那平常呢 就因為我還蠻愛唱歌的 所以隨身就會必備著這個琵琶膏 然後偶爾來個兩聲 人生短短幾個秋啊不醉不罷休 好 緊急避難包的另外一部分 當然在野外求生就需要食物嘛 我平常就會特別準備兩包的貓食 因為我喜歡吃鮪魚 不是啦 我平常呢就是會帶著這個 因為我自己本身非常非常愛貓 然後我有在做中途 所以呢平常我就特別會關心一些流浪貓 所以平常包包也就會帶著兩份貓食 那有時候遇到的是一群貓 有貓媽媽帶著小孩帶著他的外公之類的 然後反正一群貓所以呢 當然兩個不算多也不算少 剛剛好 對就是包包裡比較特別會放的東西 只能帶一樣東西出門 好難選喔 因為這些說重要好像又不太重要 如果真的只能帶一樣東西的話 那我決定帶一顆快樂的心